我是在設計行業中有一個角色 我的角色是幫設計師完成作品的工作 但問題是設計師的概念是甚麼呢 究竟他怎樣想法呢 其實我想知道 那我就買書看 看一看一看一大堆這些東西 把這些東西歸納之後 我覺得值得 因為這些都是幫你很快去找到一件東西 然後去參考創作 大一陣營為甚麼我會認識他們 那些人都很聰明 基本上每一年畢業班 我就被邀請去講一堂 即是講製作 即是講製作 很難的 誰有放大機 有誰有感光的東西 很麻煩 正正出現解決了很多廣告製作公司 即是世世間幾個人 以前有Gerber機 有公告戒指 你想想 當時我眼中看著 我現在回想 一切就是要立刻做 要解決那個問題 不講不出話 EPS字就是這樣 即是你可以做字 我等不及了 我們要去 連中文Syslum沒有 你都可以用 Analog和Digital 這個過程是應該要被解讀的 重新 讓他們理解 從傳統怎樣去製作 至到過來 他們有相互的關係 這個陰脈相成 他們的理解 今天就比較容易 要不然 真的out of the blue 意思是說 我經常問他們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完全沒有頭腦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好像現在很多 最近經常說 因為這樣 所以才會這樣 要不然 你現在裡面的元素 根本是因為 以前有傳統 我們才會這樣 正如你剛才量度的字 我先明白 過去再加現在 未來就會更好 如果不知道 就可能有一些誤解 正正貓輸 我認為在transitional period 怎樣走過來 如果你有經歷過 我們講Leading 我們講Point Size Pyker都不要說 讓你明白 有這些setting 是因為要設定 Visual Hierarchy Visual Order 要不然我們需要做 除非你說 在他們整個學習過程中 要給一個project 是不准用電腦